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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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智慧通的《Level Up》 為何經常提供增值 人生路途上 想有些改進 或令自己的生活更好 其中一個方法是增值 增值可以包括財富增值 如何令財富增值 可能還是要增值自己 這位嘉賓很多個界別 都曾經有他的身影 由最初的start up 做一些工程 到在投資界當中廣為人熟悉 然後又有再一個機會 變回建築方面發展 整個人生路程 將很多東西濃縮 在短短這幾年發生 Hello 德興 Hello 大家好 Hello Apple 好榮幸上來 你有很多名堂 大家看財經 可能會知道 你投資當中 人家叫你做股壇流源德公 但你真實 平時叫你Cam Cam Sir 因為在投資教學路上 你都有一段時間 不過偶然知道 其實你最初都不是所謂的 數學、金融、商科、經濟學出身 反而是一個大家覺得很無關 是 什麼土木工程師 土木工程為什麼 有什麼觸發到你不做那一行 而跳進去投資 你為什麼無端端會對投資有興趣 其實投資有興趣這家東西 是從很小開始 對於現有的生活 當時的生活 感覺到不容易 因為很老實說 我都是草根出身 就是很傳統的公屋出身 其實自不然你就會很想去改變 很想去改變 很想去為自己改變 或者為身邊父母的生活去改變 所以一直以來 我都很喜歡去想 如何賺錢的角度 出發 很多思考都是這樣來 直到有一次 在初中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投資比賽 當時我是完全不懂得投資 我就參加了這個比賽 機緣巧合下 就隨便便贏了 因為那時候幾乎是沒有任何技術可言 基本上是靠虎鹿都贏到的 因為是初中投資比賽 但是這個經驗 令到我有一個啟發 就是原來這個方法是可以賺到錢的 所以當時這個比賽的意義 不是讓我學會了怎樣投資 所以純粹是讓我埋下了一粒種子 在我的腦海裡面 就是原來是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去處理理財 所以去到大學時期的時候 我就不停去自學一些投資 包括大家都會做的 可能看很多書 可能有一些親戚去做一些行 我就會拉著他去聞多些東西 還要去學多些 去到很後期的時間 就開始自己有在一些文字媒體上 去分享自己的看法 又或者是後期的時間 又有一些拍片那些 但那些都還沒有轉行 其實我那時候還是在做工程 但是去到後期的時間 才把心一彎 我這件事是我想做的 我又覺得我適合做到的 所以我就膽粗粗地去轉行 但是隨時吃飯的時候 我就會沒有說 我就繼續 因為其實大家在命運的轉捷點 其實都會是 可能你想轉行 或者做一些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未必獲得 那麼容易獲得身邊的人的支持 而我也是一樣的 那時候除了我老婆很支持我之外 基本上其他人不太理解 也都覺得很冒險 也叫做高薪厚職 一個工程師 你這樣來轉行 很多不確定性 所以我就有什麼處理 其實真的 在我的印象當中 土木工程就已經是 正正你剛才阿CAM所說 你小時候既然也知道 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改善生活 有一個好的生活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安穩 就是等於好 你已經有好的出路了 但是又奇怪地了 你賣的總資是中學 又覺得投資才能賺到多些錢 那為什麼你不索性在中學 或者大學的那一刻 已經開始你的金融路 那麼轉折又要去第二道 然後最後都說 也不是 其實土木工程就算賺到錢 但也不是自己喜歡 有沒有走過冤枉路 其實這個問題是非常不好的 但你說會不會是走過冤枉路 我就完全不認同 因為我自己覺得 在人生每一個經驗 經歷都是一個成長 就是欠在你怎樣去定義 你那時候做的那些事 是什麼意義 如果你定義錯了的意義 你就不覺得 那是一個成長 所以定義的意義很重要 但說回 當時為什麼會選土木工程呢 因為其實我跟很多的朋友仔 我想都是一樣的 即是你想找一份工出來 是穩定的收入的 那我父母都是 即是從小到大都很灌輸我這件事 即是play save 真的要 所以當時 有個C字在後面 是特別穩定的 對 對 所以變成有個C字又有型 這樣 即是金融這一行 在我們小時候 會覺得是很冒險的一件事 即是新金是很上落 科幅大 所以我就要去補本一點 即是在做那件事 所以我當時選科 反而選了 因為我在澳洲讀書 你在澳洲 其實在畢業做土木工程師 是一份非常穩定 而且高薪厚職的工作 所以當時是為何我要選土木工程 行先 對 行先 當然我是Double Degree 即是有Finance的背景 小小 但就不清得上 是可以用得著的那些 就是閒餘的時間 那時大學 除了去搞自己的Startup之外 因為其實搞Startup 某程度上我都是去賺學費 那時因為那些學費都貴 在外國讀書 我又沒有身份 那之餘就是去鑽研投資 這個就會成為了我 即是閒餘 即是我的事業以外 即是當時的事業 就是讀大學 是興趣的 是的 去鑽研的一件事 後來去到我在工程這邊 開始覺得 這裏都要多謝以前的老闆 因為大家都很給我機會 所以是進升得很快的 都算是 但同時間也都 開始令我看到一些Limitation 即是一些個人的成長 好像去到這個位 我原先是可以一年行五步 現在我感覺到好像一年行一兩步 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 但你已經升得快了 為何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升得快的時候 其實你很快上到某些位 去到那個頂 即是封頂 即是你會看到 跳一級要很遠 就是因為 那些人可能是 比你多二十多年來知道 這樣就會有一點點困難 在這些位置 還有我看到那個可塑性不大 的原因是 我感覺到我的興趣 其實都不是感覺 是直接體驗到 即是直接體驗到 我的興趣 其實不是在工程上 當年我選工程 純粹是為了 PlaySafe 所以我就會想 我轉行的話 我最起碼 如果觸碰說一句 賺不到大錢 但我起碼都可以 找到我的興趣 即是找到我做人的動力 即是回來 那件事就很不同 我這件事已經賺光了 有一個熱誠在那裡 而我一直以來 都很深信一點就是 即是由我搞start up 或者之後 可能做一些小的task 其實我也感受到 熱誠是很重要 即是如果你有熱誠 你做那件事 就會比很多人 都跑得快 而跑得準 而我便對自己 有這一個 叫做信心 或者野心 在這的時候 其實就 沒有去吧 去馬吧 做了才算 即是這樣的概念 算不算那一下 變成由 保守營 變成進取營 最初你選土木工程 是覺得安全 是 怎樣都有份工 人工又不錯 又升僅值 但跳出來投資 其實就不知道 但你覺得是博得過的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轉行 都想到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事實上 並不簡單 我覺得你轉行之前 你嘗試看看有沒有方法 可以坐一半進去 或者站一半進去 看看感受一下 那個情況 當時的我 就是機緣考驗之下 就是我自己 有去做一些分享 在網絡媒體等各方面 從而去感受一下 看自己能否成功 對 那市場又適合我 嘗試一下水溫 要不然你一跌由零去一跳下去 那你其實是會有些太冒險 第二件 就是其實我在做工人師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之前搞STAR 那方面 也有自己做投資 所以其實一定的 會存到一定的錢 其實我當時計算過 那個Burnway應該救我 玩十年 所以是一個 很安全的情況下去跳 因為當時我轉行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小朋友 因為你很不同 你的思維就會變成 我要怎樣 那個小朋友要 有好的生活 各方面 所以背後我這樣說 好像很輕鬆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真的很輕鬆 其實你是要有一個真真正正的規劃 在你接下來轉行的事業上高 那你其實才可以去玩得好些 這個遊戲 就是亂無風險 還有你同時也知道自己每一個步驟 應該要走到哪裏 我下年要走到哪裏 下年我要走到哪裏 是要有一個完整的 宏觀一點的規劃在上高 其實是 但是如果計算得太多的話 真的計算出了很多風險 會不會令到自己疾步 就覺得這個險實在太大 我們實在說 做一些風險評估 做完之後他也是建議 不如你都是屬於 比較上保守承認的投資者 我實際上銀行在調查 其實我明明不是 但不知為何填炸了些問題之後 他就歸納你 變成都會阻礙自己的決定 轉頭回來 繼續和德興說一下 他的思路歷程 好 待會見 繼續回來自普通的Level Up 德興剛才說 怎樣由土木工程 轉去真是跳入投資 但我覺得跟投資人 懂得管錢的人 談這些問題很難的 肯定的感覺就是先入為主 會覺得你們要計算 計清計錯 風險與回報 怎樣呢 就是鎖定了自己的風險 但是你又說到 其實你跳入投資界 其實是有風險 不過你已經做了一個安全帽 就是你儲了一大堆錢 夠你銷 但存在太多的計算 其實會不會很難去作出改變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Depend上你自己的責任有多大 因為譬如說有些朋友仔 他可能是說 剛剛社會出來的 或者做了幾年 未結婚 有小朋友 你的責任又不同 你可以沒有的風險 沒有很大 因為我經常都笑自己 小時候 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其實我輸盡的 最多睡街 那沒有的 你不會搞到你的小朋友 但當時我轉學 又有一點不同 就是因為我有家庭 那時候的我 其實你剛才說得很對 就是風險與回報 我覺得自己做投資這條路 其實可以是很大的 就是那個回報最大的 就是那個熱誠 你滿足你自己做的事的熱誠 就是你覺得每一天做的事都很開心 其實你是在賺的 因為每一秒鐘你都是在娛樂自己 而第二就是 就是錢上來講 終於現在 真的會賺得比工程的時候 實質上 而風險 其實當時的計算就是 有你無你 我最多是 最後搞不定 我回去做工程 所以當時我也走了一步 就是我拿了牌 我拿了牌才轉學 所以也是一個 打了底 同事們很驚訝的一件事 因為通常人們一拿了牌 叫做升職 可以再升一級 那你變成 我是反而辭職 那就是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很反常 是很反常的一個行為 當然你也要去 同時間你衡量了風險 是個人風險 你要再去衡量其他人 即是你衡量了你家庭 譬如我父母的風險是什麼 如果我要行這個Move的時候 或者我的家庭 那你衡量完 你還要跟他解釋 梳渡他 開導他 對不對 所以我也很慶幸 自己選老婆 選得對 有一個很支持自己的 老婆 她幾乎在我計劃的 接近所有大事情 她都對我有絕對的信心 都會覺得我走的路 我會打到我自己一片天出來 她對我很大的信心 信心大到是令我自己 對自己沒有太大信心 是吧 是挺慶幸的 有太太的支持 但另一邊 都是要瞞著家人 去做這件事 當時那個心理狀態 其實會不會都幾 又忐忑 又不安 又不知自己 幾時會被人揭發 還有就是 中中怎樣去交代 即是有沒有很多這些 而我自小到大 我是一個很批判性的人 我就會覺得 父母選擇的決定 是否真的適合我 可能她是覺得為你好 當然 作為父母 肯定是想你得到最好 但她們身處成長的時代 其實跟我自己是很不同 如果我以她們的角度去看 世界怎樣走 從而走那條路線 其實就會有機會 是走錯的路 所以我每一個人生的小決定 我會批判得很厲害 直到真的大過辣的時候 我就真的有一個很強烈的意欲 是要去掌握自己的命運 即是我就變成了 我不理你是親憑戚友 什麼人都好 總之我認為這個決定 是對我自己是對的 因為這個都是我人生的決定 即是我不是你人生的決定 這個是我自己走我的路 那我就會是 我計好數之後 計好數 即是那些不一定量化到的數 那我就有一個很大的動力去推這件事出來 所以這一個心態 也都會是令到你 一來你面對 你走這條路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痛 那你的痛 你就會完全無事 即是你有沒有見過人打仗的時候 即是被人斬了一刀 那些內臟可能出來了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沒有感覺的 因為當時他們打仗 他那個集中 全神貫注 就是在一個戰場上面 其實他不會覺得同 即是我們一樣的 即是你走那條路 你如果真是很投入 很喜歡的時候 其實你再辛苦 你都不會覺得辛苦 某程度上 你反而有少少享受的過程 因為你每一年一年走過 你一年一年回憶自己那時候的辛苦 你的背心微笑 我覺得我將來有些故事跟我子女講 即是這樣的一個心態去走的時候 其實沒有 即是所有的親戚朋友那些反對 其實都阻礙不了你去走這件事 不過當然 即是最後是 即是我到時 即是真正要跟我父母講的時候 就是叫做都有一些 自己都有一些成績的時候 即是我是喜歡這樣的 即是譬如我那時候 做到些事了 即是譬如澳洲那時候去留學 我都很少打電話回去 即不是真的自己不孝順那些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我要有些成績 才打電話回去和她講 即是 那好像 即是我容易過到我自己多些 其實都是一些背水一戰 即是雖然你計劃好一個安全避望給自己 走這步之前 但同時間我的心態就會是很背水一戰 即是如果我不行的話 這兩年我的隱瞞 我的血壓淚 就化為烏有 所以你有這個心態 背水一戰的心態去做的時候 其實可能是在搞藝術的你 或者是搞音樂的你 其實都是 我覺得都是某程度上可行的 是推出自己成長的動力 這些都是 但你這個改變 其實可否用好彩去形容 就是你有這樣的機會 你本身在做土木工程 但其實你同時都可以試一下水溫 但有很多人在想轉的時候 當我做律師 我想轉做餐飲 但其實有沒有這麼容易 有一個試的機會 我半隻腳或者三分一隻腳踩下去 我不用踩得很深 其實是否就是在於 你首先都要有1 然後才有1點這樣分出去 如果我真的沒有 很貿然想去轉行 其實你覺得 用批判思考去看的話 是否不理智也難呢 我經常相信天氣很好 有時候想去找機會 你不妨輸蝕些 甚麼都做一下 從而去幫自己開一個機會出來 因為我們經常都是 但慶幸地就是今天的社會不同 今天的社會是容許你 辱麻地說 英雄做時勢 時勢做英雄 你可以容許你有個空間 讓你去創造你自己的機會 當時我的同事都經常跟我說 其實你經常貼上這些東西 浪費時間 有甚麼意思 你不知道 可能是一篇兩篇的文章 打動到某些人 而那些人就是看中了你 給你一個機會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尤其是年輕人 你時間如果真的容許多一點 你便放棄了你打遊戲的時間 出街玩的時間 你不妨為自己 拿一些時間來創造機會 可能是在社交媒體 那裏說多一點 做多一點好自己的事情 那你就自不然 會有人去留意到你 亦都會有喜歡你的內容 的人會不停去支持你 這就是自己為自己創造機會 而我坦白跟你說 如果你真的不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那些 你幾乎是不會突然間敲門 跟你說你來 沒有的 沒有這些歌仔唱 好不好意思 真是殘酷地說 是不會有這些東西存在的 全部都是你自己去敲門 但我回應了剛才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我覺得做一個工程師 某程度上都培育了自己 某些心思是值得去分享給大家 而其中一個就是 當然你做投資的邏輯思維很重要 工程師就訓練得你很深入 在這方面上 其實自不然你做相關類型的東西 即從事數據分析 一些業務分析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提供那套思維 而第二樣就是 那個刻苦 因為我們做工程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講職的時候 真的是睡公司的 所以變成你自不然會有一個心態 就是很多東西是以大局為重 然後就拋開了所謂的小節去 雖然我不是真的很喜歡做工程 但是那時候我都會是 我只是睡小幾天而已 就可以完成了這麼大的工程 其實很值 我的性價比很高 這個心態在我後期每一個人生階段 譬如是創業、做投資 又或者現在可能是有些徒弟 要去教導一些徒弟 其實我都會去告訴他們 你這個心態是重要的 現在在投資在教學上面 已經是很有成績 但突然之間又聽到你說 有一個新發展 就是在海外方面 做一些關於工程、建築 那算不算又是突然之間 而來的機會 還是其實這個機會 你亦都等了很久 或者部署了很久 下個星期再回來 跟德卿聊天 大家好 又來到自負通的Level Up 講增值好像是一件很老土的事 但其實現今的社會當中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上有一個改善 或者是自己的一個個人成長 所以增值真是不可華 不過視乎你透過甚麼方法 例如轉工、轉行 或者認認真真去讀書 或者是找一些可以幫助到你的貴人 去扶你一把呢 今個星期繼續要跟一個很成功 轉型上的朋友一起聊聊 Hello Tim 再次歡迎你 Hello Apple Hello大家好 有見面 上次講到由你的土木工程師 轉了做一個投資人家 一個投資教學 做一些網上的財經媒體 跟著你自己亦都在同時 白足這麼多酒 又有一些start up的投資 現在又再回去 跟工程都相關 聽到你們說發展大計 就是在海外做地產發展商 是不是命運中有一個安排 就是很多事情你過往做的 你不斷跳跳跳跳跳去不同的理會 但是將他們曾經學到的東西 包裝在一起的話 才能成就到今天這些大事呢 其實剛才聽到命運中的安排 其實又是要討回鐵娘子的說話 就是某程度上都是你的思維 決定你的命運 就是你可以說是命運中的安排 同時間你亦都可以說是你為你自己去安排的命運 就是我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是在初期的時間我做start up 就是大學時期的時候 為了交學幣 為了兩餐去開那個start up 從而令到我有了興趣去做生意 同時間亦都令我了解到 大概怎樣的系統才能做到生意 亦都令到我容易看到 甚麼公司是會做得好些 因為公司是會做得差些 這個時候對於我投資是會有幫助 因為我用開的投資系統 其實都是要分析一些公司 就不是說可能炒來炒去那種的 所以這裏已經是一個命運的安排 而去到後期的時間 透過你去分析多了很多公司 因為你知道你做投資教學也好 做投資股票也好 其實你都是要分析大量的公司 只不然令到你對於每一個行業 不多不少的觸覺都會強 比普通人強很多 而這些就不是天賦 這些純粹是自己個人努力而來的 因為都是看多了 你就自不然有不同的角度 所以去到後期的時間 自己真的去投一些沒有上市的公司 我通常投的角色都是戰略投資 就不是一個放夠錢下去 然後讓它運動那種 你戰略投資 你自不然要為那間公司 提供成長的元素在裡面 哪怕是金融層面或各方面 我通常投開的公司都是我擔任 幫它做多一點金融層面上的東西 但其次才是大戰略的發展 一起在那裡談 正在商業模式要怎樣走 各方面 舉一個例子 有一間公司是做一些木材生意 但其實它不是主要自己去做木材 它就是去連結木材商和建築商 幫它們協調一個好的價錢 好的交易 主流主要來說都是一些中小企為主 當時我看到它這個業務模式 其實是可以有條件 植入一個金融面的業務上去 令到它估值大大提升 因為你知道現在 你做公司 你做一個傳統產業 其實你估值不高 你可以打出市場上 你集不到太大的資 我便意會到這件事 所以我才能夠幫這間公司 在市值上有一個極大的提升 就是透過植入多些金融鏈的東西 或者科技方面的東西 從而令到它一間傳統的中介公司 變成一間又有金融又有科技的建材公司 視野和圍道已經很不同 透過這些改變公司的大戰略模式 我同時也獲得了我的成就感 因為當年我們買股票 你買完股票 你等它升或者跌 你就其實參與不到在裡面 如何去改造公司 這件事都是我近這幾年 兩邊 一邊是玩發展商的路線 另一邊就是去投一些公司 還有有些人可能更漂亮的名字 就是一個企業醫生 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兩棵東西裡面 即是企業醫生那棵東西 我是很享受去做的 即是簡直是享受到一個地方 在家裡炒飯的時候 都會想這些問題 不是喔 它應該怎樣做 它做生意才會做好一點 至於是地產發展那邊 老實說專業的知識幾乎是 你可以重新學 因為完全不同 但是背後的思維是一樣的 即是你怎樣投一塊地回來 你什麼時候去re-zoning 你什麼時候去做樓盤銷售 各方面 這些時間上的東西 其實時間和投資都有怪關係 即是你的地價值會變的 你要很掌握到你整個項目的 catch flow 你整個項目投資的整個ROI 是怎樣才可以有效 即巨大化得最強 這些所有的淋淋種種 都其實是我當年 即是做投資 或者做start up的一些mindset 是可以扔回去 而且是行得通 而且你會發現 因為本身我有少少工程背景 只不然你做土木工程的 其實你看地是有些優勢的 因為譬如你怎樣看地圖 容易蓋東西 又或者是附近一些 土力工程的東西 你大概就會有個印象 在那裡 水怎樣走 即是那些叫drainage怎樣走 這些其實你會懂的 那你就會變了 我當時的角度就是 我又是一個金融的角度去看地 你是一個土木工程師 對 engine的角度去看地圖 那我就自不然會比 普通一個發展商 他的角度來得多 而是當這三個角度 同時存在在一個人身上 你就會能夠做一些更大的創意 或者整合出來 那是會不錯的 那我回到現在 我叫做在這個新領域 就不是說成功的 即是剛剛才走 都不知道最後是行不行 但我是很有信心 即是一走每一步 我其實都覺得自己是 為何要走那一步 即是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走完那一步 都不知道自己 為何要走那一步的時候 你檢討不了 你為何會輸 那我就有一點是 我很清楚自己 為何要這樣走 是透過我甚麼的預測 要這樣走 之後走完 我就可以很清晰地檢討到 我當時走的這一步 是對不對 而如果讓我再走多一次 我可以怎樣再對 這些就會很好做出來 你就可以將過往曾經 學到過的東西 或者在市場上吸收到的東西 就混為一套 剛好地有另一個項目 可以將一二三的東西 都一次過用出來 那是否意味著 我們任何人都好 其實學的東西 是越多越好 亦都不要想 A和B有沒有甚麼關聯 我才學 即是可能是 你現在當 都是在做Marketing 我就是主工 就算進修都只是選擇Marketing 因為我應該選擇 一樣跟他完全無關的東西 我才可以開闊到思維 我覺得選擇東西來學 其實不用太著重選擇東西來學 即是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你有一個 即是你是這樣 這一類型的人 你就相信你自己的心意 即是我都不會因為 即是怎樣去 這個可能有用 學多一點東西 即是不會這樣去做 即是其實通常我都是會 我去到某個位置 人生路上 我需要學那樣東西 那就照學去照做 但在做的過程 和學的過程中 你要明白那個意義在哪裏 否則你學了好像沒有學 即是有很多人 我可能告訴你 我小時候玩空手道 百般武藝 百般武藝 現在可能是甚麼都沒有 即是他小時候學的時候 他的意義 不是著重在成長那裏 即是有時候 譬如學空手道 我覺得最大學到的東西 就是你的耐性 即是你的堅毅的決心 這些其實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怎樣去轉圈360度回旋腿那些 即是其實那些是形式上的東西 而本意其實是那個心態 那我經常都學東西就是這樣 沒有一個這樣的心態去學 那自不然你就會 人生路上你學了很多的東西 而透過你有一定的整合能力的話 你自不然可以 即可能走第一級 學了A一樣東西 走第二級又學B一樣東西 透過走A和B那一級的經驗 你就可以去整顧到一個新的第三級出來 然後你就再走第三級 你換了第三級的角度 你自不然會看到一些新的視野 而那些視野你又要再學習 學習了之後 你會再走到一級新的級數 是你當時第三級不夠高去看到的一些東西 那你也會有少少這麼有趣的存在 即是其實學甚麼不是一個重點 可能是你那個心態上 隨心 為何會突然間想學多一件事 或者你覺得有甚麼需要 而想學那一件事 要想得清楚 不是人家說現在寫program 很賺錢的 那你又去學習program 本意在哪裏你都不知道 即是其實有很多時候是 你其實沒有心去學那一件事 就算被你說去到甚麼 拿第一又成那些 沒有意思的 其實反而是你要有個熱誠去學 即是不要人學你有學 你喜歡你才好去學 你怎樣去喜歡那件事 即是你自己才知道 那你就要隨你的心去做 那你就會做得好 你就真心喜歡投資 所以你在投資那裏做得很好 好 稍後回來都教一下我們一些投資心態 因為就是今年 其實相當多 就是跟投資相關的課程也好 騙局也好 這些其實都需要去了解一下 因為大家都好像很想賺多些錢 但用甚麼正確的賺錢渠道 稍後回來再談 再見 繼續回到至負通的level up 講到至負通 我們其實都是跟錢 跟投資有關的 很多時候就是很差 就是為何想增值 其實可能是想加工 想清職 想轉行 有個好些的位置 由這個出發點 我覺得不是一件錯的事 沒有人不想賺多些錢 但問題是用甚麼方法 是否一個正確的方法去賺錢 以及你想賺的 是賺一筆過的快錢 或是一些可以長久一點的 德興就在投資界當中 相當出名 在投資教學那裏 但近年其實你們的競爭對手 多到不得 很多 甚麼為之是學投資 就是個個就以為 是否報了這個課程 我就會負達 或者德興就省了三招給我 或者省了二十個號碼給我 那我從此就脫貧了 其實是學投資 為甚麼要學投資呢 首先為甚麼要學投資呢 很簡單說一句就是 如果你將你一輩子賺到的錢 儲存到銀行那裏 他可能會給你一哩 或者零點幾 一分鐘都沒有了 其實你是會發現自己 不用50 我想你退休十年之後 你一定是不夠錢用的 即是你無法生存的 所以投資其實是其中一個方法 或者去令你能夠退休 衰些說一句 但其實投資都有分很多類型的投資 所以我是很開放的 其實你不一定要去投資股票 或者不一定要去投資債券 或者那麼值錢 或者其實你才不宣佔那些 會有屬於你適合做的一種工具的投資 所以我這裡只是用我自己做一個例子 去分享給你聽 就是投資股票債券 WIT 這些類型的東西 或者是房地產 其實是需要什麼mindset呢 大家看到這個節目 我相信都是一些上進人士 大家很清楚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所以我反而想從失敗者思維的角度 我想告訴你不要做什麼 你做什麼你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主要三個 因為有無限這麼多個 其實我會分為 一就是你不要凍結自己的好奇心 二就是千萬不要三分鐘熱度 三就是不要別人說不行你就覺得不行 這三樣東西是會令你不停走向一個死局的輪迴 令你更加失去自我信心 更加懷疑自己 然後試試你都會覺得輸 失敗 很多時候我們 尤其是我現在教徒弟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那些所謂的投資系統 我教完它之後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 起跑線的位置 就是我教完你這套系統 你就不要以為 嘩現在發達了 真正 我現在武林秘笈 隨便刺手指也會賺錢 就是可能當作給學費 然後買了你的研發系統 其實你是沒有過內功的 我現在給你一個系統 你在這個跑道上 你有資格在起跑線去開跑 怎樣跑呢 就是你的心態怎樣跑 即是在實踐這個投資系統裡面 你可能裝中藥有很多招 譬如說你怎樣看雲觀經濟 怎樣看板塊的轉變 你怎樣去看過股哪個為之 好的報表 哪個為之不好的報表 好的業務 量化不到的東西你都看完 的時候你再去看 現在這間公司值不值現在這個價 之後就再把你所有的思維 配合一個橋樑去貫穿回大市 因為你剛才想的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屬於一些 可能經濟學家 會做得比你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這些經濟學家不賺錢 因為就是他不懂得怎樣看市場 那你就要有一堆功夫去看市場 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是一些技術分析的知識 例如是風險管理的知識 例如是你倉位怎樣 diversify的知識 你有了這兩種東西 就是叫系統 貫穿了由你的思維去到市場 都是配合到的 這個起步去到mindset 就是剛才我講的凍結好奇心 就是有很多人 經常都出一些新的事物 其實他是不想去學的 或者現在可能AI很流行 那些人open AI很厲害 其實有很多人 可能都不是大年紀 純粹是說可能四十幾 其實就已經覺得 我不想學這件事 我覺得很累 或者是覺得沒什麼需要 自己的工作暫時 暫時未需要用到這件事 都未燒到埋身 是的 但問題是 譬如我們做基本分析的人 我是要了解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其實你是去判斷這個世界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從而令你提前一步 被別人意會到 從而令你賺到那塊錢 其實是 所以你其實是要去了解 所以 分分鐘你了解完之後 不一定對你投資有幫助 但起碼對你人生都有幫助 有很多人我真的聽到 譬如寫content 原來學會了 用chargeGDP之後 分分鐘他整個稿 你都寫得好一點 即是一些新的事物 一些新的嘗試 你去學習 從而你這個學習的目的 其實是去打破你的慣性 打破你 因為如果你人生所有事情 都不變 沒有新的事物去刺激你 其實你就一直會走 你現在走的路 不會變的 可能你現在很滿意你走的路 但你將來一刻不滿意的時候 你都不能遠行自己 因為你根本就 停留在慣性 你只要是在你人生 不停透過新的事物 去匯聚一些 能夠打破慣性的東西 其實你就只不然成長不是斜線 你的成長就是曲線 這個是對於投資系統也很重要 就是你透過剛才那些學術東西 技術分析又成 你去apply到這個市場上 怎樣去實戰的時候 你其實都是不停去好奇心 去問自己為何我這樣做 為何我做完之後會賺 為何我做完之後會輸 賺你都要想為何要賺 一開始一定是這樣想的 因為你所有事情都要去好奇 你才能夠走得快 剛才說的第二就是 就是人家經常說到不行的東西 不行的你就覺得不行 對 你就覺得不行 我都可以肯定就是99%的人都是 可能是經常都有個理論 1%的人掌握了99%的人的財富 你就會知道 如果你這麼認同99%的人說的話 我不是說be normal不好 但是你就認了 我不是be normal 但是如果你是要走前多一步 那你其實應該是要 大部分人覺得不行的 你要覺得你行 而你是要相信 就是有很有趣的一套電影 在我小時候看過 是直接注入了這個思維羅老海 裡面由小到大都出現的 就是當幸福來敲門 Persure of happiness 就是為史物夫的 這個套 它裡面說到一句話 就是那個爸爸的主角 就是由一個銷售員 就變成一個金融財進 那它當中的歷程 有一次他兒子就跟他說 我想做一個籃球明星 第一大過 那他就跟他兒子說 你不行了 因為你老爸 我也不會打球 但隔了幾秒之後 他就反省了自己這句話 再跟他兒子說 你千萬不要讓任何人說 你不可以做什麼 你不行 那如果你有一個目標清晰的 你去做 就是這麼簡單 小時候的我 就不停在想著這句話 Lo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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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十幾二十年 就是不停我每一次 就是 你不要做那麼多東西 不如做正經工程師 我就會覺得 不行 我就是要去做 其實你去到投資也是一樣 就是你別人說 你這個方法不可行的 那不是的 可能你只想 我只想留了幾步 那我再鑽研下去 我覺得真的不行了 那我才放棄 就是你先試了 你先走 你先走 每一個小的項目 風險管理 這個角度看 不行的 那為什麼不行 那我又要去試 為什麼不行 就是每一步就是這樣 小小小小小小的 其實都是 現在很多人說 就說 是跟以前的年代不同 而以前是迎來一個 就是經濟都是爆發的 去增長 很多東西是由零 突然之間一標標到一百 但現在我們的基礎 已經做得很好 再找一些爆發的東西好像很難 聽到多一句 就說 今時今日還靠炒股發達 怎麼會有可能 作為投資達人的理由 你又怎麼看呢 我覺得 每一個時代 都是一些周期 其實每一個時代 都還有那個時代有的機會 其實這個世界很公平 我小時候都會想 你們那個年代買樓發達容易 然後就變成買股發達容易 是的 其實投資 即買股票也好 買什麼都好 其實背後都是你拿一個意義 你拿一個投資的sense 當然投資不一定要股票 但我自己覺得 股票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是 因為你可以透過投資股票 其實你是在投不同的生意 而這個世界 你說哪些生意 你不會是有幾十年 是所有生意都不行 其實這件事沒有可能 如果不是 除非人類不再行資本主義 對不對 這個不會的 所以你變成是 其實投資就是在投生意 你在做一個公司的股東 你要這樣想一件事 其實你自然就是 站在公司的立場去想 你會找到的所謂 得的機會就會多 所以為什麼你要有 版法分析的concept 就是因為你要掌握到 現在這個行業 即是哪些行業得 哪些行業不行 接下來哪些得的 這樣的concept也有 多謝德卿 希望你的新發展 亦都是一帆風順 亦都是多了一重的新 希望快點見到你的成果 多謝德卿 好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你現在正在看 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住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